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您在这里呢 有一些什么就是三十年前的爱乐文 在这里可以一一地点编一下 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师大教授赵宁博士 接着这位是家喻户晓的 非常可爱的金马尹后甜妞小姐 谢谢大家 恭喜八千万 跟着这位是我们宝丽金的最有希望的星星 她的名字是叫做贝欣渝小姐 谢谢 跟着这位先生也许大家不太了解 以为她是我们的巨物之类 她呢就是我们宝丽金的宣传主任 我们认识了也十几年的了 她的名字是叫做朱玉先生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台式的当家花旦 她这个郁金香因为最近做得不太满意 所以被卡掉了 她的名字是叫做林凤先生 好歹 在这里呢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金马尹后 好吗 好 甜妞 那么我就跟妳小优好了 最好 虽然我们认识的不是很久啊 可是我们可以讲是 一见如故 一见如故 臭味伤头 也许在这里呢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你对我的这个一开始 你的印象跟看法 对 好 真的可以说是我 从我想的时候啊 我就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 不管那个时候你也很想 那时候我很想 不要介意 那么呢 我真的就很喜欢听你的歌 记得那个时候我懂的时候 我听说我一见你就笑 对对 那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但是呢 我可以先讲一点小小的缺点 你不会生气哦 没有没有 你自己说要可以 有恩怨可以讲出来的 绝对不生气 那么呢 我可以再翻脸 我不生气 好 好 那我不想到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以前唱歌的时候 你唱那个我一见你笑 我那时候还模仿你学年 所以你有一个小小毛病就是 对对对对 唯一那首会第一见你九涮 就是 对对对 一点点没有关系 好像很过分 所以 所以我真的觉得 真的你自己很好 你可以虚心上学 把你自己缺点全部都改掉 所以 真的是可以说 没有一点缺点你的歌 真的 我爸爸常常叮咛我 你一定要唱歌唱好 你一定要学 多听你要邓闻君姐姐的歌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就 后来我真的 不很难学 这个很难学 真的 那么再有一点就说 讲到就说 我以前不认识你 那么我很想认识你 但是我想你大概一定是 居然以前你之外那种样子 后来我就是在去年 在台北财神酒店遇到你 然后再一次就在新加坡遇到你 我真的 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一见如故 真的是好像自己 很多很多年的自己一样 而且我从你这边学到 很多很多做人厨师的方法 我觉得真的 还有很多应该叫你学的地方 真的 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真的说 最后我一个结论就是说 在我的眼里 你真的是个很完美的 没有一点确定 没有 不过或许我了解不深 你确定了 你不是要讲的这些话 我已经决定给你翻脸了 那么接着呢 这个贝欣宇小姐 对我们也是好像 在新加坡 前年 不 去年的夏天 对那是一年 你到新加坡去一年的时候 我们认识的 是 因为我 我们是同属一家唱片公司的 比较多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给我压力很大 很大 为什么压力很大呢 因为公司就是帮你当作一个目标 所以不时的督促我 一定要跟你学习 那如果有一段时间 我跟你相处过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人很好 我觉得学习 就是要我学的地方还很多了 这样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累 什么事情 对我一个新人来说 因为我一个新人 不但要踢自己打歌 还要帮你们打歌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下一次我帮你打拳好了 你试试看 对 好不好 那么接着我想要请您问这位 钟玉先生 钟玉 我们是差不多在 我踏入歌坛以后没有多久 你那时候还是我弟弟的高音同学 那时候我们认识的 我记得头一次我们去圆山溜冰场 有去溜冰 对不对 你那时候还记得吗 记得 我们可以算是青梅竹马的 对 谢谢 相当严重 现在你等一讲 我们大家可以说是同事了 而且那个时候 君在前哨的时候 你是做制作人 对不对 好的 你现在这里有什么牢骚 你尽量发出来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晚上可以报仇了 可以 童言无计 不管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都有老板 所有老板身上可以找到的缺点 和他的苛刻 在跟李军小姐身上 通通可以找得到 怎么讲呢 当然要求很严格 很多方面 那 我是这样想 因为他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 十几年前 我们一起溜冰 小的时候 我总是这样想 是不是有一天 有这个可能 在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看到 你那个温柔 温柔的那一面 也就是天方夜谭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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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觉 就是说 缺点就是 这个字 这么一点点 很严格 或 或 或许 就像赵博士 他了解的 可能是 这算一种优点 我不晓得 因为我年纪比较轻 可能要请 凌峰 凌峰先生 替我解释一下才行 你还有什么要讲 我不敢讲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我发现这个气氛 好像有点不太对了 火热烧的 可是很冷啊 不不不 你尽量尽量讲 反正你已经是被开除的 你一说 今天过完就差不多了 是吧 那我也晓得了 还有什么要讲的 没有了 因为就这个机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谢谢 好 那么我想 接着呢 要请这个王大哥 王大哥 我们是认识了 也是 我想 在叶巴黎歌厅的时候 我刚刚出来 我想十五岁的时候 我十五岁的时候 怎么讲 同事 那个时候 你是英俊潇洒 现在好像也挺像的 实不我义 实不我义 王氏 怎么样 你觉得我 现在跟这个十五年前 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做惯了节目 都是我访问别人 所以让我做了 等了这么半天才发言 我觉得很不习惯 所以 由于我们不是一家唱片公司 你想听到好听的 我相信比较难 对 我已经有准备了 我记得我是很小子 就认识你 我 我很小 我很小 你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也是青梅猪 那个时候 让我感觉到 这十多年来 最大的不同就是 你的饭量进步了 你在吃饭的这个分量方面 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最近比较少了一点 比较少了一点 比较少了一点 所以少了一点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 虽然你的思想很西方 你能够接受这种西方的思想 可是你还是能够 保持我们 以中国传统的女性 所具备的条件 当然我是指台上 台下呢 你就像个放牛的孩子 怎么个解释 很香土 很土 很土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最能够表达 那个大葱了大蒜 各位观众还好 我们这电视机 没有办法把味道传给你 不 我也是看时候 看场合的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多吃点大蒜 保持距离 以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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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了 我希望你还要 就讲得更多一点 因为这个 我们俩人一直不太传遍 所以对你的注意 我一直偏重于节目方面 这个我看 关于这个 真正的这种男女 这个 对你的感觉 真正的男人对你的感觉 我是指感情方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我们的赵博士 分析一下 对 我想请赵博士 在各方面都做一个结论 赵博士 我们讲也是 好像也是认识了 对 也是青梅成马 不是说很熟 不是说很熟 可是很久以前 我那个时候 就已经很久养了 赵博士的这个文章 跟这个漫画 一代红颜 对 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小的时候 很久养赵博士 还送了赵博士一张唱片 对对对 也是一见你就笑 对错 一个赵宁大哥 存念 在民国57年 所以应该有16年 对记得很清楚的 印象非常深奋 对 好 没什么问题 您觉得 您觉得我这个 台上的这个形象 跟台下有什么不同 跟这个歌的方面 好的 好的 你这个 刚刚讲得很清楚 你说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确实我认识邓小姐 大概有16年了 那 邓小姐的歌给我的 第一个感觉呢 我觉得是 非常的中国 然后呢 我觉得 非常的温柔 换句话讲 特别对于这个 去国淮香的游泽 或者是 不如中年的这种 饱藏过人间的冷暖的 这种人的话 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好像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这种 小河流水一样 非常的清新 非常的可喜 卖点高兴 这个 我差点飞起来 任何一个优点的后面呢 就是缺点 换句话讲呢 比如说我听你的歌的话 我绝对不会兴起我任何 或者启发我任何 弱血沸腾 或者 我倒觉得今天的自由中国 我们台北的社会 如果能够 年轻人多听一点 邓小姐的歌的话 说不定会减少一点 社会上这种 暴力的这种 风气 当然我 我长话短说 我觉得这个 今天在西风东见 越来越洋化了今天 如果说我们 中国人能够多唱一点 中国的歌 在这个社会的风气 每下月框的时候呢 能够多唱一点健康的歌 这绝对对我们社会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所以我这个 最后希望邓小姐 能够把握住 以上的这两点原则 以你现在的成就呢 作为一个起点 继续地努力下去 我相信 邓丽君这三个字 对于海内外 或者是大陆上的中国人来讲 他的意义 以及他的贡献呢 我相信 绝对不限于歌声而已 这个 这个博士讲的话 的确是不同 不同 因为他的将来 我看到 您的红包给的比较大 不该讲还是不能说 在这里 各位 就是还有什么话要讲的 还有什么尽量提出来 我绝对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没有了 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谢尔顿跳舞 好 怎么样 你要讲一下 对 我们大家一起 在这里呢 谢谢 今天几位朋友来到这个节目 当然我们等一下 还有很多歌唱的节目 等着大家看 您先不要转台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